你要一碗 你现在火了以后生意没变好吗 变好了外地的多了 都有从哪来的呀 不知道从哪来的都是 把外地的多了 全国各地都有 对全国 好多是不是来看你正面来看美女老板娘呢 不是 还是喝糖的多 这样来看你的话你老公不够吃醋呀 喝糖的多喝糖 你今年多大了 30了 看着像20多岁的小姑娘 我喝点鸡肠 喝鸡肠喝的 这个是你老公是吧 对 现在好多人来看媳妇你吃醋不吃 我不吃 不放银 这个把山鸡肠是最有名的鸡肠 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 对最有名的 大家好我是星哥 今天来到的是山洞的扇县啊 提起山线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的羊肉汤了 我们今天来不喝羊肉汤 我们来喝一个鸡汤啊 看啊 这在我身后啊 有一家美女做的鸡汤 特别出名 我们今天去打卡一下 你是拿看老板娘的还是拿喝鸡汤的 看着老板娘喝鸡汤多美 这是刚刚睡好了出来喝鸡汤 对对对 我们在外面吃饭了 吃点 是看着美女老板娘漂亮过来的还是怎么 没有没有主要是味道比较好 我看你这个这个用了很多年了吧 有三个多年吧 这是猪子是吧 这是是不是你的秘方啊 猪牙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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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十多个鸡能煮多少碗汤啊 这个八块钱的价格在卖了多少年了 看啊 这个碗对的像小山一样高 好 你来这儿吗 最长啊 他家这个鸡汤咋样 相当哇塞 哇塞 哇塞 你喝了多少年了 好 你在这儿喝几年了 三年了 你这喝的鸡汤还就久啊 嗯 几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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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汤的香味不厉害 这还有人专门拿点鸡皮的是吧 对 他喝鸡皮 就喝鱼肉的 他就不要 他就不要被塞 他就走了 好好好 那咱家的鸡汤为什么被别人家生意好呢 差破吧 可能一个就干了四年了 再往里边的鸡去的锅 嗯 没断过鸡 一天的鸡是个鸡 就让了 我给一个人喝 三碗 来的喝的多的客人喝了几碗一次 一个人喝的最多的我见过的现在就是三碗 三碗 三碗 三碗呢 一个人都吃六个腰肉皮 厉害啊 对 假的不要 不能加肉 一天是几个小时啊 那美女是你什么人呢 我女儿 哎呀 你这长得帅气女儿也漂亮啊 基因好啊 在这给他帮忙是吧 对对对 真的 好 就算了 太不妙了 Gespr可是 要嫩 咳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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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碗里面要给多少祭司啊 大概就要几年了 汤和汤没喝够能不能加汤 可以可以加汤 加汤是免费的还是收费 咱这鸡汤有没有什么老汤啊什么的 有老汤 这个味道咋样 它是最好的 这放的是醋还是啥 对 醋 一个碗里面长有个多 不酸一次也在上做 鸡汤放树 这第一次看到 对 这个碗里面有多 这个碗里面有多长的 这个大鸡汤花的水平高 要干多人家了 今天来到的是山东扇县这边啊 在扇县这边我们打开一家美女老板娘的鸡汤啊 山县这边的人民很幸福啊 早上喝羊儿汤 晚上喝鸡汤 一天到晚都是喝汤 问美女老板娘为什么早上不买鸡汤 老板娘说要给羊儿汤有点机会 所以他们卖晚上的 这一碗鸡汤啊 慢慢一到晚啊 他冲了鸡蛋还有粉丝 还有这个鸡汤在里面 8块钱啊 我觉得这个 还是很醒的这个物价 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这个说实在的 加这个醋的鸡汤是第一次喝啊 但是这个醋加在里面呢 一点都不回喝啊 反而喝起来这个鸡汤没那么腻了 喝起来有点开胃啊 尤其是这个鸡蛋花打到那家一起的 这个 把这个鸡蛋花的师傅啊 卖这个鸡蛋卖了几十年啊 练进了一项这个鸡蛋水上飘的风格 直接在那个大锅里面把这个鸡蛋花第一次看到啊 大开眼界 所以这个民间的这个女后人还是很多的 这个汤非常香 这个汤非常香 一碗下去最舒服 真的是 这这个鸡蛋花是一个个小练子 一切 这边今天我们也楼下了 那今天呢 在家里面